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刚刚第一个,一定要维VILO函数啦 那VILO函数应该也是最最最低,最基本的一个函数 那再来的话呢,如果你要加快速度 那我刚刚有提到,你们可以再来就是参考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 我上面会有一些相关叙述啦 当然第一个是除了用VILO函数之外 那你可以配合那个定义名称跟那个Inderate 这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在把VILO函数查回来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有用了一个这个地方 OK,这里的话有个叫TableArray的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话,基本上它要的就是一个大瓜糊 所谓的大瓜糊,实际上就是一个 在Excel里面叫阵列Array OK,然后呢如果假设 那白话意思啊,其实就是 等于是一个清单的一个资料 它这个清单资料有点像是 在Excel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清单里面的这个范围 这样就是一个Array 等于是一个范围啦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把这个资料带回来的话 其实我们理论上 我是建议如果将来你们假设类似像VILO函数 如果要查询,假设是要查一个TableArray的话 那我强烈建议这个地方尽可能的不要 假设要跨工作表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用 这个什么,用那个定义名称的方式 那定义名称完之后 我是建议呢,你还可以再配合一个 一个Function键哦 就是F3 你F3按下去之后的话 那他就会帮我把那个 这个名称给带过来 我先试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像刚刚的流程哦 你会发现哦 跟用定义名称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你会发现第一个啦 这个名称上面哦 它里面 金探号前面实际上指的就是 它的工作表名称 因为解析度比较大 所以字比较小一点 清单指的就是这个名称 那金探号的话呢 实际上 这有点不好画 金探号指的就是 他的工作表名称后面所带的范围 然后A2-B3 那指的就是这个范围啦 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那因为呢将来我要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 向下填满一定 2跟3一定要锁起来 不然会 位置会跑掉啦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 如果跨工作表的范围 蛮强烈一些 你把它改成所谓的定义名称 那配合F3取用这个范围 这样会简单许多 那我先做一下示范 如何把那个范围 那个范围改成定义名称 一 请你把A2-B3选起来 OK 如何定义名称嘛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呢 那怎么样定义名称嘛 在上方这边就有一个叫名称方块 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希望 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的话 那你就把名称填到这里按Enter就可以了 OK 比如说我希望这个范围 以后名称叫性别好了 那因为刚好上面有名称也叫性别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 清单的名称 跟上面的栏位名称 一模一样耶 所以其实 待会Indulay者为什么会需要用 其实就是可以把范围 变成它的栏位名称 那你只要给它一个栏位名称 就可以把这个范围带过来 当然就要用到Indulay者 所以呢 接下来哦 我要定义名称哦 一把A2跟 我习惯先把名称先复制 这样就可以少打两个字 当然你可以自己打哦 我把它Ctrl-C取消 然后A2-B3选起来 在上方的名称方块上 把它贴上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然后按Enter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这一个范围哦 以后呢 你只要用一个名称代替 就可以什么名称 叫性别 诶 就可以代替 性别就代替这个范围 诶 那如果说我把刚刚的这个练习 如果不用 像刚刚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 哪个工作表 再点一下插入函数 哪个工作表的哪个范围 那我希望改成用定义名称的话 诶 跟各位讲哦 我把它Delete就掉 接下来哦 很重要一点哦 记得按一个快速键F3 它会跳出让你选取你的名称的一个清单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直接点性别量 因为刚刚这个名称我定义好 它会自动把这个名称 放到这里来 然后按确定之后就 记得哦 按F3 这样的话性别哦 诶 你会发现呢 它就帮我找到那个范围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性别指的就是这个范围了 诶 那怎么知道这个范围是对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右手边这边 诶 资料就带过来了 诶 那理论上应该是没错啦 OK 但是呢 那有一些状况 我记得好像有同学这样的状况 就是 诶 可能你按F3 奇怪 它怎么都不理你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卡住 但我现在按F3有啦 如果你按F3没有的话 它有个方法 你自己打也可以 所以你这边 假设啦 如果你实在按F3之后 它完全没有反应的话 或者好像记得 在Mac电脑好像也有Excel 但Excel好像会有类似状况 它没有F3 或按F3没反应 那没关系你自己打 对不对 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 你自己打 比较怕说你打错字 但是 如果你没打错字 你的右边这边 一样会出现这个array 大瓜糊 告诉你 哦 这个范围 对不对 没错 没错的话 按确定就OK了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查完之后呢 也一样有这个结果出现了 那只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刚刚在 这个tablearray的地方 因为它是A2到B3 会有一个问题 会有一个问题是向下填满 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向下填满 必须要锁定加钱的符号 定义名称有个好处啦 第一个哦 它的名称比较短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向下填满的时候 也不需要加钱的符号 因为它这个名称哦 是固定指向那个范围 那个名称只要指向那个范围之后 它就是固定的 所以呢 也不需要像刚刚要加钱的符号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OK了 有没有 所以哦 用定义名称的好处啦 真的可以 让这个公式哦 你会发现哦 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是 如果那个假设你要查询的那个范围 是跨工作表 而且很长的一个工作表名称 加上很长的一个范围名称的话 还要加钱 那理论上呢 我通常哦 都会用定义名称来代替 那这个好处当然就是你直接按F1 不按F3哦 它会跳那个名称之外 另外的话呢 它的公式哦 缩短很多之外 而且不用加钱的符号 OK 所以还蛮强烈建议哦 各位可以 把那个 这个查询的地方哦 因为V2函数哦 将来呢 尽量搭配那个 定义名称来使用 OK 不过啦以这一题来看哦 那你说老师我会使用 那那那那那那我假设说 我底下后面这边这么多篮哦 那我岂不是每一个都要再插入 插入一个 比如说我要再插 那我是不是要再插入第二 然后一样再把年龄再插过来 然后再贴回去 这样感觉好像有点 有点麻烦 而且插入之后又要把它贴回去 只有值 这有点浪费时间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哦 可以让我加快速度哦 刚好 我后 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如果呢 你希望可以把那个名称 OK 因为我们刚刚有定义名称嘛 那那个名称就是一个范围 那可是呢 我如果希望可以把那个名称 因为我定义的名称 因为这个要性别 刚好它的名称跟上面的栏位名称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如果希望把上面栏位名称拿来用 我希望把一个名称是一个文字吧 让它名称自动转换成 那个范围的话 那这样不就 更可以更快可以加快我功 所以哦 如果要怎么把名称 变成那个范围 这个时候的话 那待会我们就来看就是说 如何再透过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其实可能 比较一般同学 如果没有特别 在工作上用 应该比较少会用到叫Inderate函数 那顾名思义啦 这Inderate函数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在旁边这边练习 也许在旁边这个清单 清单的下方这边好了 OK 也许要在A7的储存格上面 你可以练习看看 那它这个函数的话呢 会是在插入函数里面 它是在 我建议各位如果要找函数的话 可以分类找啦 那我是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我在查阅与参照里面 跟V-1函数是一样的位置 那你可以找一下那个I开头的 因为它是按照英文字母 可以看 Index的下一个 Indirect OK 那当然了如果你对于这个函数 假设完全没用过啦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函数使用方法都差不了多少 最重要的是你要看懂 它到底要跟你要什么的参数 你只要给它对的参数 你的结果就是对的 OK 那底下 还有一个函数说明啦 如果各位有 假设想要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直接按确定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会跳 跳那个Indurator的那个 有的时候你如果太慢一点点 它这个Indurator 它会跳比较慢 所以有时候你插入函数的时候 像我刚刚是插入函数 选了之后没有马上点 它会这个 试窗 这算不算是bug OK 按确定 那首先的话呢 它有两个参数 不过基本上呢 这个第二个参数A1 其实理论上是省略比较多 所以 通常呢 我们给的这个 叫什么 reference REF就是reference 参照的一个底线 的一个test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看到 关键是test的话 请务必一定要有敏锐度 参数里面如果有 这个名称叫做test的话 记得一定要 给的资料一定是一个字串 那字串的话呢 一定是前后双引号 OK 反正双引号夹在里面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reference 实际上 制作什么是 你给一个名称 他就会给你一个 范围的清单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刚刚不是定义好一个吗 性别的名称 那性别的名称呢 代表的就是这个范围 如果我今天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范围 而不是一个名称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练习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叫性别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给他一个性别的名称 那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理论上 当然啦 如果一般假设你直接输入性别 他就是一个文字 可是如果你透过 indress 他其实还蛮 蛮厉害的 他可以去 那个什么呢 刚刚那个清单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性别这个名称 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帮你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直接就带回来了 我按确定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应该会把那个范围给带过来 这个时候呢 他会出现公式溢出 那为什么叫溢出 这个地方 这个 主要是因为你只有选一个储存格 可是哦 如果你假设溢出意思说 但是你得到的 其实是这个范围的资料 是有四个储存格 但你其实你刚刚选的 就选一个储存格 那他就会出现那个溢出 所以理论上 如果假设你用indress 理论上应该要选四个 然后再把他四个通通带过来 不过我发现新的版本好像比较 比较不用 那如果你是旧版本 我既然2010好像以前是一定要选四个 在indress才不会错 而且 以前还需要做什么 Ctrl Shift Ctrl Shift Enter 就是要用正列的方式取得 不过新的版本好像变得比较聪明 所以呢 大概先知道一下 我们刚刚主要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定义名称 所以定义名称 选这个范围之后 然后给他一个名称叫性别 Enter 然后我刚刚是改了这个 Vit函数 把刚刚的 那个范围 还有钱不用 直接用什么 用那个F3 把这个名称带到这边来 OK 他就直接帮我查出来 第二个是呢 我要用那个 Indirect 帮我把名称 所代表背后的范围 资料 帮我带回来 OK 那请各位先练习看看好了 那你说 那为什么要用Indirect呢? 可不可以用 Indirect在这个题目里面有什么帮助呢?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其实我的目标是希望 因为这毕竟有14个栏要查 那未来如果你问卷越复杂的话 你题目越多 哇 那你要做的事情可能 更多 所以呢 如果我是希望能够一劳永逸 什么要一劳永逸? 就是最好可以一个公式向右向下 全部都完成的话 哇 那这样的话会太方便了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可以达到 一次一个公式 因为这边14个栏位 我要做14个公式 还要再贴 那我不要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完成 比较快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更快的方法 也许你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都没有问题 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我先 先到这里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Indirect 再加到这个公式里面 让它的这个效率更加提高 试试看好了 的话 谢谢大家